好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25朵花束成品的制作过程 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做好的这样子一只一只的银粉玫瑰 然后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材料包当中的包装材料 花梨 扎带 棉纸 这样的辣花 中文纸 小熊两个 固定小绳上的竹签 橡皮筋 还有这边的四线纱 有的呢 有的大家说到的可能不是辣花 是像这样子的端带 那么除了以上材料包里面拍的材料之外呢 大家还需要自备一把剪刀和一个订出机 首先我们先来给这些花包上一些外包装 首先拿出棉纸 首先拿出棉纸 这样子的一张棉纸 我们将它对折 用剪刀将它才剩两半 然后再一次对折 然后再一次对折 继续有剪刀 继续有剪 好 那么这样的一张棉纸 我们现在已经裁成了四等分 四等分的话拿出其中的一个小等分 将它对折 然后 然后从中间给它裁成两半 然后从中间给它裁成两半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最重的包装用的 拿到这样的一张棉纸 拿到这样的一小张棉纸 首先将它对折 再对折 然后我们拿出银粉 玫瑰 将这个棉纸包裹银粉 玫瑰的花头 那么大家在包裹的过程中注意一下 这个棉纸呢 它并不是刚刚好可以裹住整个花头的 而是会流出来这样子的一小块空缺的地方 是裹不住的 那么这个是 不需要担心的 我们呢就这样子将它给裹住 然后呢注意裹的时候不要太紧 稍微裹的松一点就好 用扎袋 剪出一小段扎袋 在棉纸的底部 给它扎紧 固定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就完成了 那么我再做两个大家再看一下 先对折两次 然后呢 包裹 花头 用扎袋 将它固定 记住啊 一张棉纸的话先裁成四等份 然后在每个小等份里面 再给它兑裁 也就是一张棉纸 其实是可以包八朵花头的 那么大家在裁棉纸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并不是需要特别的精确和整齐 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 也是完全不会影响这个包装效果的 那我们就要做这个包装的 还有一个包装的包装 可以包装的包装 一张包装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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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25朵这样的银粉玫瑰都是需要这样包装的 那么包装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的25朵 然后我们开始固定这25朵 给它扎成一束 首先我们先拿出两根竹签 将小熊给固定住 将竹签的尖头部位插进小熊的屁股 那么大家在插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就是一定要插紧插牢 一定要插进去 如果你插在没有插紧的话 那么待会我们在固定花束的过程中就很容易掉 那么大家在插的时候呢 尽量找它的接缝处这样子的接线的接口 那么小熊插好了之后 把小熊的腿部稍微往前 掰一掰 然后我们将小熊放在中间 开始固定花束 将这样的花束沿着小熊 给它固定上去 围成一个圈 那么大家可以稍微就是做一下 那么这个圈在围绕小熊 围成一个圈的同时呢 尽量地将我们刚刚 棉纸包花头当中的缝隙处 是对准小熊 也就是尽量地不要录在外面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将其他的花 像这样子的顺序一圈一圈的 给它固定上去 那么25朵的花束呢 因为是很小 所以的话 就固定上面的技巧 并不需要很多 大家就是需要在 把花 给它围成一个圈的同时 稍稍地去注意一下 这个圈 它是 尽量是一个圆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的花 它 棉纸所包裹的缝隙处 是尽量地不要录在外面的 那么当然呢 我们为了就是说花束的好看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将 小熊的前半部分 稍微 就是花束多一些 那么小熊的后半部分的话 花束可以稍微的少一些 那么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小熊的位置 稍微往中间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拿出这样子的上皮筋 给它从底部给固定住 好不容易的 一切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腊上 可不定的 那么多久 就像这样子的 不定有一个小熊的 就像小熊的 因素 那么多久 那些小熊的 就像小熊的 然后我们做出的 一切 没那么多久 所以我们做出的 很不定的 然后呢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花上面的一些层次感 那么呢将靠近小熊的这一圈花 它应当是比它周围的花要稍微高一些的 而越往外这个花呢应当是越低的 这样子呢去营造出一个层次感出来 好 调整完毕之后呢我们打开这样子的花梨 将花束插在花梨的正面上 好这样的插下去 使花束保持是正的状态 然后我们拿出玻璃纸 玻璃纸一张 将花梨给包裹起来 这样子做呢是因为花梨是用的这样子的干花梨 那么它难免会有一些粉尘会脱落 那么我们将它包裹起来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粉尘脱落这一点 剪一点扎带 让它给固定住 好 下面我们开始花束的包装 首先我们先拿出这样子的皱纹纸 我们将花束放在中央 我们将花束放到中央 卷边纸 卷边纸 也是皱纹纸 沿着这样子的花束 给它绕一圈 好 绕一圈到跟底下的卷边纸重合的位置 大家稍微记住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稍微留出富裕一点点 然后将卷边纸从这个地方剪断 现在我们将包裹上去的卷边纸 给它几成折皱的形状 往里压 这样子的包裹出花束 这样子的包裹 可以尽量的在花束上方一点点 调整一下它的大致形状 尽量的使它整个都是朝外这样的 发散的 而不是朝里去卷须的 那样不好看 然后呢我们拿出钉书机 在两个交接的地方给它钉一下 记住了一定是板钉的手法 那么这样子的第一层就包裹好了 我们用扎带给它固定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裹 花束的底部呢 准备只是比花梨要多出了一部分的 那么大家将这一部分给剪掉 就沿着它们交接的边开始剪就可以了 剪好后呢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再拿出剪下的准备纸 再给它去包第二层 同样的将花束放在中间 那么第二层呢 应当是稍比第一层要稍微矮一点的 然后呢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层的时候呢它的包装的时候 这个卷颠纸应当是尽量的往外开 而且开的幅度应当比第一层的料大 那么这样包出来的呢 才会比较有层次感 才会比较好看 那么想要让它尽量的往外延伸 也就是说一定要给它尽量比较多的折皱 好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呢用反丁的形式 叫什么 你先和它变成熟 因为它在冰上 我看它是冰上的 这个面子也是 不太不是冰上的 咖啡也不是冰上的 我们在冰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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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上 用炸蛋 将它铺定起来 同样的它的底部呢会多出来一些 我们是需要将它的底部给剪去的 大致的比划一下 大概多了多少 然后将它给剪去 那么在剪这个底部的过程中 大家注意就是尽量不要剪歪 当然并不是说一点点都不可以歪 那么如果有一点点倾斜的话 它并不是还是不会影响到最终的包装效果的 主要就是尽量不要倾斜的太厉害 尤其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因为包出来有很多的层 所以每一层要和前面那一层的高度 平常是尽量保持一致的 不然的话我们待会去立这个花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难立起来 那么如果有人担心自己剪得不齐的话呢 也很简单就是里面的这些层应该呢 就是说一定不能够比外面的层要高出那么多 因为这样子我们选边纸的包装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拿出四线纱 拿出这样的四线纱 我们将花束放在四线纱的中央 现在桃薯稍微往下放一点点 现在将四线纱绕着这个花束绕一圈 很宽松的绕啊 很宽松的绕一圈了之后呢 我们用手将这个四线纱 底部 给它直接这样的给固定进去 然后呢我们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形状 那么调整形状的时候呢 就注意一下这个四线纱的底部 应当是不能够比这个卷面纸的底部要长的 这样就不太好看 好 那么调整好了之后呢 用扎带 把它扎起来 扎起来 粘好之后再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粘好之后再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好 那么四线纱的调整接近结束了 现在呢我们拿出材料包里面的拉花 来做最后一幅 找出这两个 一直向上 将拉花给成形 然后将拉花固定在花束的正前方 那么注意一下呢 我们注意一下呢这个拉花呢 我们最好是从前 从前面截 也就是说绕到后面 之后我们再给它绕回前面 然后我们给它打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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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打一个结 好再打一个结 那么这样的一束小花束就给做好了 那么同样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我收到的不是这样的拉花 而是这样的缎带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缎带的蝴蝶结制作方法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缎带上面绕一个圈 绕这样的一个圈 然后 沿着这个圈 开始一次的 这样子的 给它叠加 而且呢 叠加的同时大家注意一下啊 叠加在两边的第一层的 应当是长短是一致的 再去叠加它的第二层 那么第二层跟第二层之间 长短应当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去叠加第三层 那么一此类推 大家呢 如果说想要一点 滑丽一点的效果呢 就可以多叠加几层 如果就想要素雅一点的话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叠加个四层就够了 好 那么叠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用定出机 将它中间给定起来 好 再按一个蝴蝶结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将它的下面 剪掉一点点 稍后呢 我们再剪出这些 将它稍微弯曲一下 我们将这个里面的呢 也稍微这样子弯曲一下 使它朝这边 我们这个呢 是朝这边的 然后呢 同样的用定出机 给它从后面给定一下 好 那 那这样的一个蝴蝶结呢 就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用扎带 在这个中间 给它串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然后在它的背面 固定一下 然后再和我们刚刚 系在这个 花束上面的扎带 进行固定 那蝴蝶结就固定好了 我们就举 对面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打开 我们就举 对面的这个例子 我们在固定的时候呢 比如说 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的扎带 我们给它 这个扎带 从中间给它 穿进去 绕几圈 我们这样子 固定结 就固定好了 很简单 好